同学你好我是秋实 今天是12月12号 自从开始这个报日期的方式以后呢 就感觉好像自己每天都在写日记 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理解 对事故的一些看法呢 记录下来也分享给大家 跟大家一些交流 首先得非常感谢 昨天做的那个视频 是关于台湾和难民的话题 得到了很多台湾朋友的反馈 评论区有一千多条评论 而且很多评论都写得很重 很仔细 我也有认真认看 有的评论写得很长 跟小作文一样还没看完呢 因为每次聊到台湾的话题 我真的会有点紧张 因为总担心一个不小心说错了哪句话 冒犯到台湾的朋友 引起一些争端 然后被网爆 我也不是没被台湾的朋友网爆过 但是因为两岸都属于一个紧张的一个环境 这么一个状态下 所以大家鞋儿崩得很紧 就很容易一不小心擦枪走火 一不小心就是冒犯到彼此 黄冰之不是有首歌叫做玻璃心 中国大陆的小粉红玻璃心 台湾其实也有些人会玻璃心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通过沟通能够交换彼此的意见 那是最重要 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 我对台湾的了解也大多是来自于书上 杂志上媒体视频之类的 总是会有偏薄的地方 非常感谢台湾的朋友愿意 那么详细 那么有耐心的给我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 和当地的政治风貌 选大学选专业 绝对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男怕入错行 女也怕入错行 有一个说法挺奇怪的 就是在中国越是底层的家庭 越是这种认知水平比较差的家庭 对一些人生大事 比如说选大学选专业 比如说选对象选工作选老婆 就糊里糊涂的啊 我听你二舅说了 你三姨最近见了个什么 我看了一个朋友圈里边说 那咱就选这个吧 就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 然后朋友介绍一下 然后就认识俩月结婚了 在山东这种事特别多 但是对于一些生活中的小事 比如说我丢了个钥匙啊 我不小心摔个杯子呀 那被我妈给骂了呀 在生活中的琐碎事情活得战战兢兢 但对人生的大事活得糊里糊涂 那你的人生怎么可能幸福 所以在这 我不希望有些年轻人或者一些家庭 因为受了这么一个网红信口四皇 那么几句话而受了影响 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大事 我们就来聊一聊服务业 服务业应该归入第三产业 这个事件的产业如果已经分类的话 第一产业应该是农业 第二产业应该是工业 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 但你知不知道这事件上 现在美国呀欧洲啊日本这些最发达国家 他们的服务业在GDP当中占比都达到70%一样 没有哪个国家现在真正的发达国家 是靠农业是靠工业占大头的 德国模式它也是无法被全世界景复制 中国确实是经历了工业高速发展 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高速发展 从中国东南沿海从温州到东莞 居多的工厂创造了很多的外汇 依托着人家WTO的政策 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靠着这一波人口红利赚了很多钱 但是不代表着工业制造业就是未来的方向 因为曾经我们是物资短缺的 在八十年代你背个大包上香港 弄一堆电子表你就可以卖得很好 因为只要有东西就卖得出去 人们没见过新鲜东西 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 没有市场没有销路 而现在是工业大生产太发达了 工厂太多了 这是个产能过剩的时代 东西多了怎么卖出去才是问题 所以你需要去找到消费者 你需要去了解消费者在哪里 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的这些需求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个信息 进行互通互联的时代 这个时代才被称之为信息化时代 中国非常重视工业 非常重视理工科 这个传统其实跟中国自古以来 对教育的这种偏薄的理解是有关的 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近现代 几乎整个近现代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中国的教育模式 都是畸形的都是偏激的 大清朝即以前 中国是只有文科没有理科对吧 科举考试八股取试 考的就是你能不能熟读四书五经 能不能好好地写这个八股文 所谓士农工商 士就是读书人 就是最厉害的文科生 而这帮文科生只负责干两件事 一致舔皇帝 另外一件事就是好好地奴化你的百姓 帮着皇帝去驯服他们 让他们乖乖地当顺民 士农工商的农 就是皇家所饲养的牲畜 你们只负责勤劳 只负责生产 不要有想法 不要有尊严 不要有人权 永远去为我辛勤的耕耘就好了 然后工业商业踩在脚下 对工商业丝毫不在乎 大清朝就是完全畸形产业节目 非常重视农业的 连皇上每年都要装模作样的 穿上农民的衣服去耕一点地 他也非常重视自己的军事 然后搞这个什么围猎 围猎就是小型的这个军事演习 结果怎么样 瞧不起人家的奇迹银巧 被西方人打得跟茄子样 开始吓了 那我们要搞洋务了 我们得学一些西方了 又开始 只学理科不学文科 只学他们的器物 不学他们的制度 18六几年的时候 大清在搞洋务运动 日本在搞明治维新 双方都派人到欧洲去学习 都派人到德国 大清朝的留学生 就学什么造船啊 冶金啊 铁路啊 枪械啊 这些东西 再学点物理化学也就得了 绝对不学人家的文科 不学人家的制度 日本的留学生 除了学造船这些理工科以外 也学人家欧洲的历史 政治 艺术 宗教 以及人家的议会和法律 当时德国宰相匹斯迈 看到这个情形就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一定会越来越强 大清一定会走向衰落 果然 转过来没过多久 就家务海战打起来 就验证了这件事 再往后 突一个几十年 四九年建国了 然后呢 中国又开始拥抱苏联老大哥 开始全面的导向苏联模式 开始工业学大气 农业学大寨 什么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句话不就是苏修发明出来的吗 我们东北就成为共和国长子 哭嚓哭嚓的上个重工业 苏联模式本身就是产业结构 教育结构畸形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只重视工业 不重视服务业 不重视第三产业 工业都只做重工业 没有轻工业 即便它把自己做成了 世界上顶级的工业强国 军事强国仅次于美国 完全碾压欧陆 那又怎么样的 你的社会制度非常的腐朽 你的文化非常的肮脏 你的领导班子非常的腐败 所以你苏联必然会走向崩溃的 过了今天 中国的社会制度 又在沿袭大清朝的那套王权的体系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也还是围绕着 长幼尊卑等级序列这套 所以服务业被瞧不起 不能伺候人 伺候人的就是下等人 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 依然是要许理科 不要文科 什么德先生与赛先生 科学中国得要 民主那么而不行 中国不能搞民主 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 不要西方的社会制度 然后人家西方人也看明白了 你们只想要我们的科学技术 你们那么痛恨我们的社会制度 是吧 那行 那我们的科学技术 你们也别要了 行吗 你们那国防妻子的人 你们也别来了 那光刻机 你们也别买了 你们牛逼 你们五千年的文明太棒了 你们手搓芯片 对吧 你们那个莲花清闻 致心问 你们自己自己那玩 我们的社会制度 你们看不上 我们的科学技术 你也别看 得了呗 工业大生产的时代 其实慢慢的就会结束了 人类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以前咱们靠着基础设施建设 然后创造了很多的红利 只要你搞这个铁工机的大型的投资 就能拉动一波经济 但是接下来还能继续这么干呢 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 基础设施最好的国家 高铁 高速 机场 大楼 都已经盖了这么多了 你还要怎么继续盖下去呢 所以大学里面哪个专业 更好找工作 更抢手 就业前景和收入更高 它也跟它的产业结构环境是有关的 十几年前 那么受欢迎的土木工程专业 到今天还好找工作吗 因为十几年前是大拆大建的时代 青岛曾经修了很多地铁 有了一个地铁站修好了 长达六年的时间就没开 那个地铁站方圆几公里都是荒地 就一个孤零零的地铁站在这站着 而我今天之所以敢在这跟大家讲服务行业 是因为我真的从事过服务行业 今天年轻人的怨气很重 2023年就业形势不好 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 觉得总是被996被压榨 职场混起来很难受 总得去跪铁那些傻逼领导 但事实上我毕业于2007年 赶上08年经济危机 也是一个糟糕的毕业级 我毕业以后找工作也非常困难 前视频里讲过 我姨父是黑中江省某个县的副县长 那个县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不超过30个 毕业的时候都安排好了 只要我回到那个县公检法随便挑 咱能说会道的 咱姨父是副县长 我在当地不得横着走啊 但就是因为倔强 就是要去北京 就是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想证明我能北漂 我凭自己的本事 我能立足 所以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一个法学院毕业的 我也找不着对口的工作 我也得住地下室 然后只能去当服务员 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服务员 我是真的从事过服务员 真的从事过很多行业 我做过餐厅服务员 酒店客房服务员 咖啡馆的服务员 我还进过剧组 在剧组里当过演员助理 就是给演员端茶地水 照顾人生活起居的 然后每天给人整理剧本 然后回到酒店以后 把人家衣服都给人洗了 袜子内裤都得给人洗了 我那时候我第一次 我都没给我爸洗过内裤 我一个法学院毕业的 我给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人洗内裤 你说我当时什么心情 我想这难道就是我的命吗 我五行缺内裤吗 你别看我今天能笑着 把这东西讲出来 但在当时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苦 因为我你可以列成 我是一个很擅长 进行自我心理建设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是法学院毕业的 我现在没有办法找到对口专业的工作 我被迫来做一个服务员 被迫来去给一个演员 观察地水照顾生活 但是你既然没有办法 选了这份行业 就把它做好 那个演员给我1500元工资 让我干这个助理 那么我们两个之间 就是签了一份劳动合同 签了一份雇佣关系 我得尊重这份合同 这份取约 我得把端茶地水 洗内裤这件事做好 这个玩意做不好吗 所以我把他的生活 照顾的井井有条 整个剧组里面 每个演员都有助理 只有我是上过大学的 只有我的服务是最好的 是超过他的预期的 演员之间不相都调侃 你这个助理挺有意思的 一米八几大个 天天站直流的 你的助理好莱坞的标准 对啊 伺候人这件事 我也把它做到 我能做到的极致 我超越你的预期 我是你见过的最好的助理 所以这个演员 只要有信息 他一定会找我 别的演员也会来加我微信 问我下次不信 有没有机会 你可以理解成我是个 比较会心理安慰的人 我当助理的时候 我在伺候人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是 欧洲那种贵族庄园里面的 大管家的形象 是罗根弗里曼 所演的这种高档餐厅里的老适者 不管你什么人走进来 你是穿标臂大衣的 还是穿大羽绒服的 我都能够一视同仁的 给你送上精致的服务 然后我也很博学 我也见多识广 你想聊什么 我都能跟你谈谈谈 为人提供服务 不是一件丢人 不是一件下等人的事 服务这个词儿 本身是个中性词 甚至是个褒义词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的斯洛根 不还是为人民服务吗 你觉得共产党是跪舔人民的吗 在中国所有的党校上面 都写着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 然后各地的干部们去党校培训 然后在党校的大楼里上课 在附近的这个食堂里吃饭 就说每天呢 我们迎着为人民服务而来 绕着为人民服务而走 下课呢 背离为人民服务而去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 还很像大清朝那样的皇权思维 今天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有的时候也还是大清朝那套皇权思维 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平等 觉得伺候人那就是下等的 其实服务业本身就是未来的 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学文科又能怎么样呢 于敏洪学文科的 他做的一个教培行业 是典型的服务业 马云学文科的 他那个互联网行业是典型的服务业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让买家找到卖家 让消费者找到起手 互联网帮你找对象 帮你找工作 帮你找房子 信息的互通互联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服务 如果你能够为别人提供 这样优质的信息化的服务 你就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 我们没有基督教的文明 我们没有认为人人众生平等 我们在上帝眼中 都是一样的小屁孩这种观念 所以平等的一视同仁的 尊重服务我们的人 也尊重为别人提供服务的自己 这种观念还是需要慢慢建设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